接到费尔德的助攻上来命中 五分的分差 一分四十三秒 AJ推荐 好机会 二加一 漂亮 如果这个罚球命中的话 开局被打了一个六比零 而且呢 大 这球盖完之后 这鱼长洞 好像是头撞到了地板上 对 这是被打了脸 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没有 应该是打脸 对 应该是打到脸上 主裁判要 看回放了 看看会不会升级 这次犯规的办法 尤长洞应该没有什么大爱 是吧 应该是左手 左手打 刘冬那张 那个动作看不太轻 对 这个摄像机的机位 就是看不太 哪 怎么摟的 看不太轻 看下这个角度 对 他上篮那只手没有问题 另外一只手 打在了一张洞的脸上 应该不是故意去拍 应该不是故意 围体犯规是吹在了刘真身上 看技术犯规是给碰了 有网友问 刚才刘真的上篮 吹的不是进攻反规 吹的是围体 自己能投进 还能去助攻队友 你看他这数据 几乎就是费尔德应该有的数据 没错 这段时间浙江队的进攻 除了阿龙杰普逊的那次上篮之外 感觉应该都是在罚球线上得到 花哨的背后转身 但是自己失去平衡了 余昌东不吃这晃 余昌东就站在这位置上 你爱怎么晃怎么晃 我不动 身后是将费尔德上篮冒出 还是新疆队的球权 六阵第一阀命中 两阀全中还是三分的分差 接到费尔德的助攻上来命中 五分的分差 一分四十三秒 这球想扣篮没扣进 要玩砸了 但是这次空位三分 一秒起来 强打吸热 上篮命中这样的话 分差来到了三分球 五分포 二三分錵